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今天我们要一同探索一首传颂千古的诗词《上爷》 它以其深刻的意境和绝妙的表达方式 成为爱情领域中的一曲绝唱 在这段时间里,让我们一起深入解读这首诗歌 探究它是如何以华丽的笔触 汇救了爱情的壮丽画卷 爱情,常常是言语难以诠释的情感 而《上爷》却以独特的管道 将情感融入了文字之间 让我们一同感受这首绝世之作所传达的爱情之美 一同领略它在爱与情感间独特的表达方式 接下来,请和我一起 走进这段爱情的诗意旋律 去探寻其中隐藏的深刻内涵 欢迎来到本本期节目 在这里,我们将一同深入探索上野 解读其中蕴含的爱情表达之美 无论是它所描述的山水交融 还是雷雨交织 都如同爱情中的情感绵延 浓缩了恒久不变的真挚 不论你是深陷爱河 还是对爱情充满好奇 本视频将带你领略上野所传递的爱情管道 或许会给你的感情世界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让我们一起倾听这古老诗篇的声音 感受爱情的永恒魅力 探索上野背后蕴含的情感奥秘 愿我们一同领略这份绝唱之作 让心灵在诗意的天地里荡漾 原文欣赏 上野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节 东雷阵阵 下雨雪 天地和 乃敢与君爵 两汉一鸣上野 一文 上天啊我想和你深入了解彼此 一直长寿不衰 就算是山没有尽头 江水枯竭 冬天雷声 震耳欲聋 夏天与雪交加 就算是整个天地都合二为一 我也不愿意和你分离 上野 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古典诗歌 这首诗来源于中国古代两汉时期 作者不祥 诗中表达了深沉的爱情情感和坚定的情感承诺 通过自然景物的描绘 抒发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不移的信念 首先 上野这句开篇 上野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以上野开场 仿佛是一种深情的呼唤 这个称呼带有一种古老 神秘的情感 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诗人在这句话中表达了对心爱之人 强烈的向往和期待 渴望与其深入了解并共同度过长久的人生 这种情愫不仅是对于彼此情感的渴望 更包含了对于建立深厚 持久感情的渴望和盼望 与君相知这四个字 简洁却表达了作者对情感关系的追求 这不仅是简单的相识 更是对心灵间互相了解 默契和共鸣的渴求 这里的相知意味着在情感上的契合 一种超越言语的默契和心灵的相通 而这种情感纽带的建立 是作者对于感情长存不衰的期盼和向往 作者希望这份情感能够像长命一般 不会因岁月流逝而凋零消逝 整句话中充满了一种深情的呼唤和期盼 作者对于与心爱之人之间情感的培养和维系 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希望这段感情能够长存不衰 这种对于深厚感情的追求和向往 使得这句话不仅仅是情感的表达 更是一种对于爱情的坚定信念和承诺 这句话以上也为呼唤 表现出诗人内心深处对于与心爱之人建立深厚情感纽带的渴望 作者希望能够与所爱之人相知相伴 共同度过漫长的人生岁月 期盼这份情感能够长存不衰 这种对于长久感情的追求和执着 使得这句话充满了深情和温暖 接着是在诗句《山无陵》 《江水为节》中 诗人巧妙地运用自然景物的描绘 表达了他内心深处对于情感的坚定和执着 这句话中的山水景象代表着无尽的广阔和永恒 形象地展现了诗人对爱情长久不变的渴望和向往 《山无陵》描绘了一种视野无限 《山是绵延的景象》 这里的山峰连绵不绝 似乎是没有尽头的 象征住情感的广阔和坚韧 这种无灵无尽的山式 在诗中代表着爱情的长久和坚固 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江水为节》 《江水前河》 表明了一种极端的状态 虽然江水作为流动的水体 但在诗中为节 意味着即使是原本永恒不变的自然景观也可能遭受前枯衰竭的命运 然而即便是江水枯竭 诗人也在表达一种情感上的坚韧和不变 尽管自然界可能会发生变化 但它对于与爱人之间情感深厚和长久的信念依旧如山般坚固 整句话中 《山水》的描绘代表了情感的广袤和长远 表达了对于爱情持久和深厚的渴望 即使自然界可能会发生变化 《山水》绵延不绝 江水为节的景象也不能阻挡诗人内心深处对于与爱人情感的坚定和长久 这种自然景物与情感的对比 使得爱情的珍贵更加凸显 增添了诗句的深远内涵 通过《山水》的描绘 诗人表达了对于爱情长久和坚固的渴望 《山水》的广阔和长远与情感相互辉映 展现了诗人内心深处对于爱情永恒不变的向往和执着 这种对自然景物的运用 使得诗句更富有意境和情感内涵 在《东雷阵阵》 《下雨雪》这句诗中 诗人以自然界的雷语交加为比喻 表达了情感坚韧不屈的态度 这句诗描绘了冬天雷声轰鸣 夏季与雪交加的景象 形象地展现了爱情中可能遭遇的各种挑战和考验 然而诗人并不畏惧这些困难 反而表现出对爱情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执着 冬雷阵阵 雷声隆隆 暗喻了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艰辛 冬天的雷声通常是强烈的 如同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一样 让人心惊胆战 这种形象的描绘表达了爱情可能面临的种种不利条件和挑战 然而诗人并没有因此而退缩 《下雨雪》 夏季雨雪交加 形容了天气的极端和不确定 这种多变的气候象征了人生中变幻莫测的环境和状况 在爱情的世界里 诸如这般多变的情况可能是冲突 争执或者外界干扰等 但即便如此 诗人依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态度 整句诗中的雷雨和雨雪所代表的困难 挑战和变化 是对爱情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险阻的象征 然而 诗人并不因为这些困难而动摇 反而表现出坚韧 不屈的品质 展现了对爱情坚真不移的诗意表达 这种不畏惧风雨的态度 彰显了诗人对爱情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 即使面临挑战和艰难 也会坚定不移的爱助 通过描绘自然界的雷雨和雨雪 寓意爱情中的艰难险阻和挑战 但诗人展现了不退缩 不畏惧风雨的态度 坚持对爱情的忠诚和信仰 这种对困难的坚韧态度 使得这句诗充满了对于爱情坚真不移的深刻理解和诗意表达 最后一句天地和 乃敢与君爵这句话是上爷诗的高潮 也是情感的压轴表达 这句话以天地和为比喻 表达了诗人对于与所爱之人情感的深厚和坚定 即使是宇宙间的和谐统一也不足以让其与爱人分离 天地和 指的是宇宙间万物和谐统一的境界 在古代中国哲学中 天地和是一种万物皈依 和谐统一的哲学理念 意味住宇宙间的一切都融为一体 和谐共生 这里诗人用天地和来形容爱情的强烈 将自己与所爱之人的感情升华至宇宙间万物和谐统一的高度 表现了他们情感的深厚和不可分割的联系 乃敢与君爵 这里的乃是用来加强语气的注词 表达了因此 婴儿的含义 诗人表达了即使在天地和的境界下 即便是宇宙间的万物和谐统一 也不愿意与所爱之人分离的决心 这句话表现了诗人对于与爱人永不分离的坚定决心 和深厚情感的承诺 即便面对宇宙间的和谐也不会动摇 整句话中 诗人通过天地和这种宏大的意向 表达了自己与所爱之人情感的深沉和不可分割的联系 即使使天地间的一切归于和谐 也不能够让诗人与爱人分离 这是诗人对爱情的坚守和执着的誓言 誓言永远与爱人相伴相随 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愿离开对方 这句诗是整首上野的高潮和情感的压轴表达 诗人以天地和来比喻爱情的深厚和不可分割 同时表达了永不分离的决心和对爱情的坚守承诺 这种情感的坚定和深情的表达 使得这句话充满了浓厚的诗意和深远的内涵 整首诗以对爱情的坚定承诺 和对长久感情的渴望为主线 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述 强调了自己对爱情的深情厚意 山水 雷雨 天地和等意象在诗中都成为对爱情的象征 表达了作者对爱情的真实和承诺 这首诗所传达的情感 贯穿于每个词句之间 展现了作者对爱情的坚真信念和执着不渝的决心 总之 上爷以简洁优美的语言 通过对自然景物的生动描绘 表达了作者对爱情的无尽眷恋和坚定承诺 这首诗言简一概 却蕴含着深刻的情感内涵 一直被人们传颂并赞美 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珍贵的爱情篇章